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那種工具是 大家千萬不要讓我嚇到 Hi 大家好 我是Wing Lam Lise 今集會講關於我弄了雙眼皮和開眼頭的手術 稍後就會有手術前後的照片給大家看 所以為了讓大家看到最清晰的對比之前 我會一直黏著這些膠布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 好了 首先這三張照片是我年輕時拍的 那時大約19至20歲 事隔3、4年之後 就是這一兩年 就是這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幾張照片 已經開始出現了腦態 眼袋位置、淚溝都已經開始下痕了 唉 先說回眼皮 以前的眼皮是比較飽滿的 會有一陣清溝的味道 那我本身的眼皮也挺薄的 隨著年紀的增長 再加上自己很喜歡擦眼 那眼皮就開始變得鬆弛 連眼窩這個位置都開始有下痕 唉 特別是左眼出現了三眼皮 這個就是最令我去做雙眼皮的原因 好了 最重要的時刻就是現在 我撕了一塊膠袋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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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是真是比較深的 不要說我這個眼袋 這個你當看不到 在這裡 是這個位置 剛才那些膠袋其實是 除巴貼的 手術後這半年 我每一天都要貼這個除巴貼 也要塗這個去巴膏 好了 接下來會出現的照片 可能會引起一點點不適 現在給大家看看我手術後幾天的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我做完手術第一天拍的 你想想 這麼齊的樣子 從醫院在大陸過關回來香港 其實心理壓力也很大 我眼睛的視角只看到腳趾尖 這麼多 回來香港 那時候已經戴了超 戴了帽 都很害怕會不會過不了關 但幸好沒事 好了 手術後和刷線前這幾天 要做些什麼呢 回家後連續敷冰6個小時 為了防止傷口感染 所以敷冰的時候要隔著一塊沙布 睡覺的時候要盡量平睡 還有枕頭要逼平時高一點 做運動的人可能要停一排 因為傷口不可以有汗 還有去廁所去戴 不要太大力 防止傷口會裂開 然後第二天我就要回到醫院 拆沙布和洗傷口 現在這張照片就是我第二天 洗完傷口回家拍的 大家都看到了 是紫紅色的 而且是非常肿 痛呢 其實是不痛的 只是間中眼皮的深處 會有一點點滴下滴下的 持續了幾天 再看看左眼 眼頭的位置 其實是真的縫得很下滴的 第二天有什麼要注意呢 還是要繼續敷冰的 但是就變了不用一直敷著 變了很間斷地敷 在沒有敷冰的期間 就要開始練習 開合眼了 要把下巴貼近胸口這個位置 然後眼睛向上望 這樣去練開合眼 是有助於定型的 而且要自己開始洗傷口和塗藥膏 洗傷口的抗菌液 和消毒綿籤 都是在醫院買的 然後早晚也要洗傷口和塗藥膏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消炎膏千萬不要塗太多 因為我去到拆線那一天 醫生說我塗太多 令傷口不能呼吸 然後有一點點發炎 好了這張照片是第三天的 已經是第三天沒有洗頭沒有洗臉 因為要避免傷口碰到水 所以那時候我有成十天 還是兩個星期是沒有洗臉沒有洗頭 然後原本沙紫的皮膚 就變成極沙紫 而敷冰這個步驟 去到第三天 之後就不用再敷了 好了那我就是第六天去拆線的 這張照片就是拆線前 這張照片就是拆線之後 醫生說拆線後兩天是可以正常洗臉的 但我就怕試 所以就擦一下臉就算 那拆完線之後 有什麼要注意呢 這幾天的魚血是會慢慢散出來 可以轉做熱敷 燒魚 但燒了魚之後 就要停了 不要再敷了 免得助長 巴痕真身 而運動呢 可以做適量的 反而不要經常打在這裡 然後開合眼的練習也是要持續的 當見到傷口埋了 就可以開始用除巴膏和除巴貼 然後這個月內都不能帶抗 這些基本的東西 還有還有 飲食要清淡 避免營養過剩 好那現在就問題來了 為什麼我不做賣線雙眼皮 而是選擇做開刀割雙眼皮呢 為什麼要開眼頭呢 那這兩條問題呢 是有關連的 那埋線是半永久 可能十年八年之後呢 你要再做過的 那醫生的建議呢 就是說我的眼皮比較鬆弛 割的話是會比較適合的 那我自己本身就覺得 割了之後就一直永逸 而且都不想再睡在手術床上面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種工具是 對了 還有醫生還說我的眼皮呢 本身是比較窄的 然後割雙眼皮的話呢 就覺得不會很高 割出來的效果 可能跟以前分別不大 所以呢 醫生就建議我 就開眼頭 那他的雙眼皮那條線 就可以割得高一點了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呢 都對自己的眼睛 有另外一個小問題的 就是我的眼睫毛下垂得很厲害 是直接插下來的 就算我化妝想怎樣夾它呢 它也只是微微上了一點 然後很快就割下來 所以我是需要長期做割蛋白尾 塗完之後 你的眼睫毛就會向上轎 維持一個月左右 那我就想借這一次的機會 看看可不可以把眼睫毛 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那醫生呢 是OK的 他說我要求真的很多 出來的效果是比以前 正常了 以前是直插 那現在是這樣 其實已經是幫助了不少的了 我亦都省了很多錢 不用經常去做這個電眼節目 還有呢我發現 開了眼頭之後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好小好小的問題 就是眼屎會明顯了很多 所以如果外出之後呢 就會經常照鏡看一下 查清楚 第二條問題 過程是怎樣的 會不會好痛的 那手術的過程裡面呢 醫生是需要你保持清醒的 所以呢就只會局部麻醉 需要你偶爾張開眼睛給他看 至於痛不痛呢 其實手術期間呢 只會感覺到拉斜 是不痛的 但是 打麻醉那一刻呢 真的 痛到你是想 馬上走人 整個人都在 首先呢會處理了我的眼頭 就會在附近打針 這裡打針 這邊打針 然後呢就會感覺到它 展開 展開 展開眼頭 但是那一刻是不痛的 之後呢就會縫線啦 再做這個雙眼皮的 那做雙眼皮的時候呢 是刺了幾下麻醉針 之後呢就 展開 展開你的眼皮 然後縫線的 過程大約是一個小時 但是其實感覺是非常之漫長 之後就在它買了一些消炎藥 做完手術之後馬上吃 再在醫院那裡用冰敷了15分鐘 之後呢我就起程回香港了 好了第三條問題 手術後的效果滿不滿意啊 有沒有達到理想中的效果 那個效果呢 正式來說 是六個月後才會定型的 所以在這個復原的期間呢 就不要那麼焦慮 不要想那麼多了 專心那麼優良 就我現在的效果來說 三個半月呢 我覺得雙眼皮是復原得 很自然的 但是眼頭這個部分呢 就有一點點多了 好像令到我的眼睛太近了 是左邊 左邊這隻眼的眼頭 那條縫 做完手術之後 是看到縫了下去 真的有點厲害 而這一邊呢 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所以手術之後的護理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很乖 很勤力地塗 除巴膏 還有貼這個除巴貼 還有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戒口 沒錯 是要戒口的 要戒三至六個月 有什麼不能吃呢 在片尾我會展示出來的 那第四條問題 多少錢啊 在哪裡做呢 這個應該是大家最關注的問題 大家千萬不要被我嚇到 因為其實我是在 深圳的醫院中的 價錢呢 大概是17000元 大約是19000元港幣 這個價錢只供參考 因為每個人的眼影都不同 所以手術的類型都會不同 價錢也會不同 因為我有朋友都在這間醫院做了 那會有個人版在我面前 看到效果也不錯 那就不如去朋友去的 同一個地方找同一個醫生做 好了 去到這裡 應該要講的資訊 就應該講完了 不要心急走著 記得片尾還有醫生給的介口列表 最最最最後會有下一集的預告 就是看看我朋友 第一次看到我做完手術之後的樣子 會有什麼反應 敬請期待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手術後的 個幾星期內的康復過程 和手術後的前後對比 有了 有了 主要大海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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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自己 好了 影片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 還有分享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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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